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 丝田二洲的土官之间 土官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交织一起 事端起因是十分复杂的 但王阳明报答之后 所谓二洲之乱竟很快得到了平息 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一兵一组 这一次他用的是攻心的战术 这战术恰恰是源于王阳明娴熟心学的魅力 远征丝田的胜利一时令朝野惊奇 但是 由于长期的终日劳心 加上多年的平仍征战 王阳明的心力与体力 已经过早地度过了盛年 在丝田告急之后 王阳明便一病不期 但在这时 他仍然迁积着他的心血 他的故乡 在返回故乡的路上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即公元一五二九年一月十日 王阳明在赶江上游的南安青龙铺 于是长 中年五十七岁 并留下了死心光明 异附和颜的绝别人寰之影 王阳明最终埋在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上 苍松翠柏之下 便长眠着这位 至临终还眷恋着家乡 于瑶王首人 先生的籍贯 是于瑶永远的光荣 在王阳明的人生旅途上 曾有许多驿站 在那里 他一次次做过家乡回望 人常常会做家乡回望 那不过是在寻找出发的地方 嗯 请不吝点赞 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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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铒